五年前的艳照门风波震惊了娱乐圈 张博之 钟星彤等女星惨遭牵连 陈冠希为此更是离开亚洲 并宣布离开娱乐圈 使其陷入事业低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冠希又慢慢出现在镜头前 不仅经常现身出席自家潮牌活动 日前更是力挺好友MC Hotdog现场开嗓 寻烦的曝光率似有一试水娱乐圈 当时事业一年多的陈冠希 由华裔女导演潘贝斯找上她才重新拍片 接演了爱情浪漫清喜剧《三十拉警报》 据悉导演潘贝斯称陈冠希是大明星 很欣赏她在《无见到二》中的表现 而原先属意她演的男主角 却被本人玩具 近日陈冠希为该电影宣传时惨言 那时候我心情有点乱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谈恋爱 怕演不出谈情说爱的感觉 至于现在和女友红安 感情甜蜜稳定的陈冠希称 可以 现在我很稳定也很满意 她还透露 也许未来婚后会考虑在身上赐老婆的名字 陈冠希那时暂立娱乐圈 回忆起当年赴美币风头 第一次身边没司机助理用人 得买菜洗衣服 很久没拍戏一直想开始工作 刚好导演找我 她2009年街拍《三十拉警报》 否认想靠此片重返娱乐圈 只是希望每天起床可以做些什么